很多男生因为没有恋爱经验 所以对女孩子喜欢上自己或者爱上自己的时候 自己根本没有觉察到 她反而去倒追别人 这样反而把事情耽误或者搞砸了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判断一个女的爱上你的表现 第一点就是 她不由自主的会想找你聊天 真正有个恋爱经验 而且爱过人的都会知道 爱过方知情深 当一个女的主动找你聊天的时候 并不在意她所说的内容 而是她为什么会找你聊天 因为在她内心深处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 所以当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后 她就不自觉的找你聊天 聊一些无聊的她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当你发现有人主动的找你聊天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第二点呢就是分享 我在这里所说的分享 并不是分享砍一刀买东西哦 而是无奉献的分享 当一个女孩子爱上你的时候啊 她会从物质到精神都会跟你分享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你哦 我从成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在情人节的时候几乎没有买过礼物送给人 都是女孩子主动买礼物送给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喜欢我 他们爱我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把好东西跟我分享了 他们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这就是爱的魅力 第三点呢就是不断观察你的动态 拿QQ动态来说吧 当一个女孩子喜欢你的时候呢 她就经常的去看你的动态 你发了什么东西啊 或者看你的朋友圈 她会不知有趣的去看 去观察 一会儿想到了又会看 但是这些她又不好意思表出心力 当你还不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发现有个女孩子经常在你的空间里面 看你的动态的时候 你就知道她心里面肯定对你有意思了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想学更多的恋爱技巧 可以关注我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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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